我刚刚又把其他B栏一直到其他栏位 我帮各位先预先处理 也许B栏的话就是姓名 然后分别是生日、血型、电话 总共有五个栏 第一栏是编号 因为编号的号码跟我们自动产生的编号是一样 所以我就不去理会它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最后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可以让它在查询完之后 点选其中一笔也可以跳出详细资料 那详细资料里面的话 当然就是把那个 我们放在那个阵列里面的东西 把它抓出来 反正它有必要放哪一笔 你去点选它 它能够跳出来去抓到哪一笔 那因为点选的时候会有一个position 就是你的那个ARG2吧 就是那个参数里面INT那个部分 然后你再去抓对应的第几个阵列 显示出来就OK了 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再试试看 那另外就是说呢 也许可以再回去 现在下一次也试试看 就是把网路跟SQLite连接在一起 也就是说未来 不过可能需要一个判断的机制 就是版本 如果那个版本 网路上的比较新 然后这边比较旧的话 可以再说update OK这个部分的话当然 就是可以你去更新新旧版本 那资料也许你可以放云端上 或者你的database 不过以目前各位来 就自己架server 然后要能够去存取 恐怕难度会蛮高 我是建议有些资料 如果单纯是读取存现的话 那干脆就放云端算了 把它做成一个CSV档 载到这边来 跟SQLite连接在一起 其实实用度还蛮高的 而且这个几乎没有什么费用可言 但是便利性却非常高 OK那这种做法其实是 我平常自己做就还蛮好用的 而且工作上面其实你如果 每个单位自己有产生自己对应的一些查询系统 而且资料又是保值最新的 我相信应该对于部门前线作战的人员 应该会非常有帮助 给他们后端的support的话 我觉得这些都是还蛮好用的 OK那画面现在还给各位 应该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剩下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就把那个延伸性的练习做做看 那另外呢也许还有其他的资料 我想我们没讲到的 也许你可以再把它补上去 像那个股票资料也许下载 也是一样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到SQL Lite里面 所以基本上资料放到SQL Lite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重要的 OK那里面的话当然方法有很多 但是我这边呢主要是用的就是 那个用SQL语言 OK当然其他那个书本里面有提到 用那个insert或者delayed update的方法 但是我是比较不建议 也不是就是说你至少要知道 也许你将来要用不用可以有选择 但是我自己最常用的还是用SQL语言 因为这个方法几乎是通知 OK比较我觉得学习上面的那个 时间的投资报酬率其实是相当的高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说一定要非常细心 差一个字都不行 所以要尽可能不然你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栏位名称尽量用很简单的 因为这样的好处是不容易出错 所以我练习的时候 因为刚开始练习用ABCDE嘛 对不对 那以后等到你OK了 你再把它改改改改改改成 你要的那个名称 反正这个部分你可以阶段性的去练习 那今天先到这里 那下一次上课因为剩下最后一次了 所以我们也没太多时间 所以也许我们把重点还是摆在那个网路跟资料库吧 OK我想这部分应该是对各位来说 算是应该是最实用的部分 OK 那如果你们有其他的应用需求 也许可以再提出来吧 OK 那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